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兰花水培过程中的小发现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发现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呢,是一个Dendrobium nobly的幼苗 金钗石湖的幼苗 我应该是40天前拿到的 拿到以后呢,我就直接把它泡水里了 当时其实是有很多根的 事实上是两条根 两条根但是非常长,绕在盆里一圈一圈一圈 我把它直接就泡水里了 然后过了几天呢,我发现它原来和这个根呢 这个汁和原来那个母汁啊 相连的部分呢,烂掉了 我就把那一节剪掉 当然连根一起剪掉了 剪掉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石湖苗呢 跟那个下面的杆处理了一下,就泡水里 你看泡在水里以后呢 根倒是没有长几条,只有三条 但是长了很多新芽,非常多的新芽 怎么会不focus OK,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新芽 到现在为止长了四个新芽 应该是一个月的样子 跟我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这样 我用这个蜡烛盒把它点燃以后呢 应该不到一分钟它就有蜡油融化了 融化了以后呢 我就把那个伤口啊 在那个蜡油里面滴一下 这样的话呢,就把它高温密封起来了 密封起来以后呢 我泡水里那个伤口就不接触水 只有那个别的部分接触 所以的话,我觉得挺好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很巧的是,两周前 我的朋友送给我三只石虎苗的幼苗 就是你看到的这三只 一,二,三 其中的两只呢,根很好 但是这一只,这只最高的这一只呢 我拿回来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什么根 我三只同时泡在水里 这是两周前 两周,整整两,还不到两周 这个没有什么根的 你看,现在呢 它不是先长根 它是先长芽 一,二 几乎是三个新芽长出来 三个新芽 另外两个有根的呢 都没有任何新芽 你看这个根很好 它就接着长根 没有芽 我前两天呢 就索性把另外的一只呢 把根也剪掉了 想试,想试一下 试着看一下 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它,它会不会长芽 事实上我发现 它开始有一点长芽了 我不是很确定 它确实是 把根剪掉以后 它会开始寻找新的生机 会先长芽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 这个我才剪掉三四天 过几天 我再看一下会怎么样 这就让我想起来 我的另外一颗 文心兰 迷你文心兰 因为也是没有根 我就泡在水里 你看 它也是 长很多芽 你看这个长了 这么多小芽出来 根倒是不算多 另外的这一颗 这两个大一点的芽 以前就有的 你看 每一颗 都有小芽长出来 所以的话呢 我在想 如果植物它没有根的话呢 它会不会 寻找新的生机 它会长新芽出来 尤其是兰花 很多情况下 它都是先长根 先长芽 后长根 所以的话呢 它就会长出来 很多小的新芽 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我觉得这个发现 很有意思哦 等再过一两周 如果我的这一颗 我这两天 前几天剪掉的这一颗 如果还有别的新芽出来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 update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试一下 当然了 不能乱试 不要把你健健康康的 兰花根剪掉哦 好的 谢谢